大家好,我是AIT的處長梅建華。 在美國,大家都喜歡到戶外踏青、樹芽。 我發現台灣的朋友也一樣熱愛大自然。 我常常鼓勵美國的朋友來台灣欣賞修麗的山脈和峽谷, 體驗一下獨特的海湯和溫泉。 我和家人已經到過泰流閣、陽明山、阿里山還有四草。 我們非常期待下一次的旅程。 美國的國家公園管理局在今年8月將慶祝一百週年紀念。 哇,一百年! 雖然美國的第一座國家公園,黃石公園,早在1872年就已經成立了。 但是,國家公園管理局是1916年8月由美國總統威爾遜成立的。 現在全美有五十多座國家公園,歡迎大家來巡遊仿生。 你可以到加州的優生美地攀岩,到明尼蘇德州的探險家國家公園滑船。 或是到洛基山國家公園挑戰世界第三場的山脈。 國家公園裡有各種野生、動植物、棲息,包括保育類的物種。 同時也保存了美國原住民的文化遺產。 我也很喜歡大家人到國家公園度假。 我們去過大峽谷、西安、布萊斯峽谷、石谷、還有夏威夷火山。 我們在這些國家公園度過許多歡樂的時光,讓人回味無窮。 所以我嘗試地邀請大家,下次去美國的時候,一定要記得到國家公園走一走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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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